近幾年我們在拍旅遊節目一直想要有所突破 身為新角男神的廖柯毅 心心念念的都是想讓節目更上一層樓 曾經良度敲響金鐘的他 因為疫情節目難出國 但在台灣四處跑一樣很忙碌 要去哪裡 待會我要拍一個比較特別的點 特別的點 我們鑽出戶外 我現在聽到特別的就覺得有點害怕 但可能就是忙著工作 跟已經結婚九年的太太 平常只能靠著文字還有訊息聯絡 過往的農情秘異也慢慢走了位 本刊接獲爆料 兩人協議離婚中 在上個月五號 我們的狗仔哥哥在路上 捕獲夫妻倆外出用餐 太太未被遇還穿著超短牛仔褲 圍露屁股蛋 不過兩人一路上沒啥互動 充滿距離感 原本以為這是老夫老妻的生活 沒想到是分離的開始 隔天廖柯儀一大早就出門 還拖著一個藍色行李箱 直奔行電移出社區 疑似是把東西搬回老家 下午三點又從自家大樓 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來到另外一棟大樓 會懷疑廖柯儀跟老婆已經分居 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從她帶出的行李中 連傳說中的宰男生氣PS5都擺出了家門 這也默默的透露出 她可能已經不住在我們新的艾草裡 廖柯儀跟老婆交往不到一年就結婚 還幫她取了暱稱叫做小芋頭 不過九年的婚姻 似乎還是抵不過 巨少離多的時間璀環 在廖柯儀事業起飛的同時 婚姻走向了低谷 政策 从妳看 聖地 尖魂 奈 朋友 再次請